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咱们Quest3无裁切的4K录制画面 然后现在中央这个呢就是1比1的这个内置方形的录制画面 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内录的这个裁切相当于是 把两边的视野全都给丢替掉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对比这个16比9的这个裁切画面啊 你只要看中间这个性能插件的这个数据表就能看到来 这个无裁切的时候呢它是在中等片上 当然现在裁切之后的16比9画面它的这个插件信息表呢就已经出现在的顶部 接着就是第三个这个纵向录制模式啊 纵向录制模式它只录制中间这么一点点的一个视野范围 但起码它能够做到在高度层面完全还原无裁切的这个范围高度 那对比下来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无裁切的画面的观赏性 是远远好于前面这些有裁切过的画面的 所以要怎样实现Quest 3无裁切画面的录制呢 这里我们要用到电脑上的MetaQuest Developer Hub 也就是Quest开发者的客户端 最新的版本添加了一个全新测试投屏2.0功能 利用这个投屏的电影录制模式 就可以以无裁切的16比9的宽屏画面来捕捉 而且这个录制的视野实际上已经扩张到了Quest 3物理FOV的范围之外 这个投屏2.0一开始必须要通过USB 3.0 保持有线连接电脑才能实现录制 所以起初对于用户来说用处是不大的 只适合开发者自己录制预告片的素材 而就在上个礼拜最新更新的客户端 已经支持无线连接使用投屏2.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试试实际的使用情况如何 V2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V2网络 我是你老朋友哉老师 那现在我们先进到MetaQuest开发者网站 在他的网页的中央这里 你可以点击下载然后跳转 点击这个蓝色的下载按钮 就可以把这个开发者客户端下载到咱们的电脑上 那安装的话自己安装就行了 我就不仔细多说了 安装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咱们的这个开发者客户端 现在他的页面是空的 我们就可以用线来连接我们的Quest3 连接成功之后 你就会在这个页面看到非常多的操作选项啊 这些都是留给开发者去使用的 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去管它 只需要在页面的左边看到这个紫色的选项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投屏2.0 我们直接可以点击它 那我们现在是这个有线的连接状态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有线的这个使用情况 他这里是告诉我们说 现在已经支持无线连接投屏2.0了 那我们先点击这个Continue 稍后再是无线的情况 等它连接成功呢 它一开始是会默认显示这个方形的录制 我们可以在它中间这边对它进行修改 我们点击一下 在它最下面有个Cinema 也就是电影模式 电影模式的16比9 我们点击一下 这时候它会弹出一个提示 它告诉我们它需要重新调整 渲转分辨的才能适应这个投屏2.0电影选项的一个录制 那我们点击确定之后 它就会自动退出游戏回到克勒3的这个主控室 那没有关系 我们就直接重新按照正常的步骤进入游戏即可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窗口正上方呢 有几个选项啊 第三个呢就是一个摄影机一样的一个图标 我们点击它就是开始我们的录制 但是后来我发现直接点击录制其实是错误的 因为这样录制下来是没有声音的 大家自己操作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先把第一个选项的这个扬声器 也就是声音把它给打开 否则咱们录制下来的视频是没有声音的 打开之后 那无论是我们现在的投屏画面 还是直接录制的这个画面 它都是有声音的 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声音啊 在这个窗口栏的第四个选项 其实是设置选项 我们在这边可以调整一些关于投屏 还有录制的一些参数 在这里面的码率啊 帧率啊 分辨率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了 因为我发现我在这边尝试体验的时候 我这边的投屏延迟达到10到20秒 假如我现在想要做一个直播对吧 用这个直播软件直接捕捉 他的这个投屏窗口的话 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延迟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为了录制的话 那他有存在这个投屏延迟是没有关系的 当你确定已经录制完毕之后 他的这个录制的终点 即便前面有10几20秒的延迟但还是跟你实际的这个录制终点是一样的 我们再重新点一下这个第三个图标 那等于就是停止录制 大家记住 他的这个录制文件不是保存在电脑 是直接保存在快乐商上面 而且他保存的文件夹的位置 跟你直接用快乐商内录出来的那个文件夹位置是不一样的 你是不能在这个相机里面点击去看到这个视频的 他其实保存在这个根目录的一个叫Documents的一个文件夹 到时候大家要从这个文件浏览器里面点进去才能看到这个视频 或者用一些VR视频播放器才能看到这个视频 那接下来我们就试一下这个无线模式 我们在右边这边打开这个开关 就是授权这个无线ADB指令 我们点击一下 他这个会先断掉 然后再重新连接 重新刷出这个Quest3的这个参数界面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USB线给直接拔掉了 拔掉之后你又会看到他会一直保持这个连接的状态的 所以说这就代表你就无线连接成功了 这时候我就跟刚才一样直接点击这个投屏2.0的选项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他就一直显示没有连接成功 他就一直停在这样一个窗口 我等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都没有连接上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个人的一个bug啊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给擦掉 我重新选了这个投屏1.0 在投屏1.0这边我又是能正常连接的 但是他这个是裁器的画面跟内录没有区别 那对这个无裁器录制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试一下 顺便也告诉我 你们在尝试这个无线连接投屏2.0的时候 是不是跟我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如果是同样的问题 那就说明这只是meta一个bug 也不是我自身的一个问题 欢迎大家到时候在评论区跟我反馈一下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是陪着VR成熟的轮迷VR载速圈 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 具体入群的方式回席在评论区 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